今年50岁的刘大叔两年来总感到鼻腔内有异物 经常鼻塞,他多次前往医院检查 却始终未能查明原因,久而久之 刘大叔也失去了治疗的信心 然而,上周开始,他的病情越发严重 不仅鼻塞,还经常流鼻血 这次,他决定前往市里的三甲医院进行检查 终于找到了长期鼻塞的根源 你的鼻梁上有一个黄豆大小的肿瘤 经过化验是恶性的,而且位置非常特殊 无法通过手术切除 只能通过放疗和化疗来消除 医生拿着检查报告,神色严肃地给刘大叔解释 刘大叔一听这话,立刻激动起来 我不化疗,大家都说化疗会害人 我只想手术切除,医生,你给我动手术吧 我不想化疗,刘大叔的这种想法在患者中并不少见 许多人在听到化疗这个词时,会立刻想到各种可怕的后果 还没有开始治疗,就自己过度担忧 然而,事实上,各种治疗方法都有其效果和副作用的轻重 每个人在选择时都应全面了解,而不是仅凭自己的恐惧做出决定 以免影响病情的诊治 什么是化疗? 化疗是化学药物治疗的简称 通过使用化学治疗药物杀灭癌细胞达到治疗目的 化疗是目前治疗癌症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和手术放疗一起并称癌症的三大治疗手段 化疗药物主要就是可以达到杀死癌细胞的功效 但也会给身体带来不小的副作用 因此要特别注意每天饮食上面的营养物质的摄入量 化疗分为多种不同类型 有根质性化疗和姑息性化疗等 根据癌症的周期变化来选择不同的化疗措施 从而就可以起到很好的治疗功效 化疗对癌症的治疗来说意义重大 同时也要注意选择正规的治疗方案 避免造成病情的延误或者私自用药 化疗到底是救人还是害人 化疗后人就废了 肿瘤专家告诉你真相 在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肿瘤那科博士后王璐璐 为我们揭开了化疗的神秘面纱 他形象地描述了化疗药物 这些被称为细胞毒性药物 对体内快速生长的细胞 具有强大的毒性作用 这使得他们能够有效地杀死 那些疯狂生长的癌细胞 然而正如王璐璐所指出的 化疗药物并没有辨别敌我的能力 因此在治疗过程中 也会伤害到正常的细胞 如骨髓细胞 头发中的毛囊细胞 以及胃肠道细胞 这种误伤导致化疗患者 在治疗过程中免疫力明显下降 出现大量脱发 恶心 呕吐等不良反应 甚至对肝肾心肺器官造成毒性损害 这些不适的反应 可能会让患者产生误解 认为化疗是在增加他们的痛苦 甚至是在害命 对此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那科主任医师赵体平强调 化疗治疗确实存在一定的副作用 这些副作用源于化疗所使用的细胞毒性药物 然而这些副作用在停止化疗后 大多都可以较快地恢复或者通过药物等治疗方案得到缓解 例如当胃肠道反应过大时 可以使用灭兔磷、舒腐宁等药物来缓解 同时赵体平还强调了化疗在癌症治疗中的重大意义 他指出有些患者在手术后仍会残留癌细胞 这时就需要辅助化疗来消灭这些残留的癌细胞 另外 对于肿瘤体积较大的患者 化疗能够使肿瘤慢慢缩小 转化为可以切除的肿瘤 因此 对于化疗 患者应该抱有正确的态度 充分相信医生积极配合治疗 化疗后人就废了 化疗对人体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 但并不意味住化疗后人就废了 化疗药物适用于治疗癌症的有效手段之一 但它们通常具有一定的毒副作用 例如对骨髓干细胞、造血干细胞的损伤 可能导致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降低 引发缺氧、感染、出血等并发症 此外 化疗药物还可能对肝肾功能和心肌功能产生一定的影响 然而 专业的治疗团队和先进的医疗技术可以有效地抵抗化疗不良反应 起到延长生命减轻痛苦的作用 在癌症治疗中 化疗是一种非常关键的手段 许多癌症病人通过化疗得以延长生存周期 甚至达到临床治愈的目的 因此 对于化疗的认识需要全面和理性 不能因为化疗的不良反应而因噎废食 在接受化疗时 患者应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方案 同时了解自己的病情和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 若出现不良反应 应尽早使用药物进行干预和治疗 以尽可能减少化疗对身体的损伤 同时 癌症患者应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心态 以利于身体的康复 总之 化疗并不意味住人就废了 而是治疗癌症的一种重要手段 患者需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积极配合治疗 尽可能的减少化疗的负面影响 提高生活质量并延长生命 癌症病人能承受多少次化疗 前面我们聊到了化疗作为一种全身治疗 为何不能一次治愈 而是需要多周期进行 这其中的奥秘 其实就隐藏在化疗药物的动力学规律 中 化疗药物是遵循一级动力学的原则 对肿瘤细胞进行杀伤的 简单来说就是一定量的药物 可以杀死一定量的肿瘤细胞 然而因为人体的承受能力有限 我们不能一次性使用过量的药物 所以需要通过多周期的化疗 来逐步消灭更多的肿瘤细胞 以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 那么化疗为何要在给药后的7到14天才能发挥出它的效果呢 这是因为在这个时间段化疗药物才能充分的与肿瘤细胞结合 从而实现杀伤作用 如果在这个时候进行化疗 会加重对人体的伤害 因此医生们通常会采用间隔两周一疗程的方案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21天为一个周期的方案 怀化是肿瘤医院精准医学中心的何韶华副主任告诉我们 化疗作为治疗肿瘤的基本手段 虽然有一定的效果 但不能无限制的大量使用 由于耐受及毒负反应等问题 每个阶段患者通常只能承受6到8次化疗 大部分患者在超过6次化疗后 都因为化疗毒性难以承受而不得不中止 那么我们该如何判断化疗是否有效呢 毕竟化疗是一种有副作用的治疗 如果效果不佳 不仅浪费了金钱 还增加了患者的痛苦 9种人不适合化疗 化疗虽有其优越性 但并非人人适用 其适应症需严格把控 盲目选择化疗 化疗不仅可能使身体无法耐受 更可能误杀正常细胞 加重病情甚至加速癌细胞的扩散 因此在决定接受化疗前 务必征求医生的专业意见 以下9类人群往往并不适合接受化疗 首先 重要器官如心脏 肝脏 肾脏等若有严重功能障碍的患者 他们承受化疗毒负作用的能力极低 强行化疗可能犹如雪上加霜 其次 骨髓功能明显抑制的患者 化疗会进一步压制他们的骨髓功能 导致生命垂危 再者 身体条件差 具有恶病痴或预期生存期短暂的患者 他们可能无法承受化疗带来的身体压力 此外 中度及以上贫血及血浆蛋白低下患者 化疗可能会引发严重的血液问题 甚至导致休克 还有 过去曾接受过大面积放疗 高瓴 骨髓转移 严重感染并伴有严重并发症的患者 他们应用化疗的难度较大 需谨慎考虑 有栓色性疾病史的患者 如脑栓色 肺栓色 心梗等 化疗可能会诱发或加重这些疾病 患有严重活动性溃疡的患者 如胃肠道 皮肤等疾病 以及高热患者 他们无法承受化疗带来的强烈刺激 对于妊娠及哺乳妻妇女来说 大多数化疗药物是禁用的 只有少数可以慎重使用 最后 本身有精神疾病可能影响治疗的患者 他们使用化疗药物需谨慎考虑 其副作用对精神状态的影响 总之 化疗的适应症和禁忌症需严格把控 一切应以患者的生命安全和最大受益为前提 伎治疗的患者